好 怎麼寫我的房 各位觀眾 登登 哇 可以這裡大廂 太可愛了吧 這怎麼穿 這是狗屋吧 那是睡袋 抽屌了 這是嬰兒子 天長腳 對啊 這可以給狗狗當床 沒有 這個 這真的是他是用那個 這個球鞋的真正的那個 很認真的去做 東西去做出來 所以其實真的 我覺得這個男生的收藏 我們現在要將心比心啊 就跟我們買高跟鞋買包包一樣嘛 不過請問一下 金妮是不是常 你會洗到限量鞋嗎 有人會送去洗嗎 其實限量鞋 他們都會比較 去苛求他的狀況 因為他會變成說 他會想要把它變成新的一樣 可是這對我們洗鞋 是不太可能的事 我們只能盡量把它 恢復它的狀況 因為像一般 有些鞋子膠底會氧化啊 然後或是 吊色的部分 那其實他們都會比較 特別去注意這個地方 比如說客人送鞋 你要當面跟他講清楚 你本來這邊就有氧化啊 你本來什麼什麼這樣 對 我們都會當面跟客人講清楚 可是基本上 那些問題我們都可以解決這樣子 都可以解決 我們都可以做解決這樣子 金的洗鞋功力似乎還不錯 但小青愛護球鞋 不就可以省錢省麻煩嗎 在介紹完一系列男鞋後 也要換女生球鞋登場囉 接下來 有請四股小姐幫我們介紹 女生的這個流行鞋管 TOP 3 來 今年啊 因為就是秋冬會流行復古工 剛剛有講過 所以高筒的球鞋已經成為 就是這一季女生一定要買的 對 不錯啊 對啊 如果說是想要更時髦一點 可以搭配一些有花紋的褲襪 就可以選擇就是比較素一點的高筒鞋 那如果說是想要搭一些 金屬色色系的Lagging啊 或是是一些內搭褲啊 就可以選擇那個彩色的高筒 這種真的有一點筒的喔 還真的要身高高 腿又有點細 對 對 要不然像這樣 因為球鞋不像高昂鞋 會帶給你高度嘛 對 所以還是要稍微有點 我現在好像有些隱形鞋墊可以加在裡面 對 可以到四個 對 還要扯 好 來 接下來還有 這是動物圖紋的 動物圖紋 這超可愛 超可愛啊 斑馬 斑馬紋 然後螢光粉紅的 對 很可愛 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 像是豹紋 然後他用那種超飽和 超對比的顏色 就非常復古 非常漂亮 嗯 那這一邊 就是超高筒 這邊的話 就是 另外一個蜂巢就是聯名鞋款 聯名鞋 對 比如說像這個是Nike 跟那個日本服裝品牌Slide 的聯名鞋 對 因為他們之前就已經有出過一次反應很好 對 那時候就是 喜歡這個牌子的女生 就是可以嘗試一下就是 運動款的 很多現在那個 像 然後我覺得這風潮好像就是從名牌開始帶齊 然後現在開始運動品牌 全部都會跟一些 比如說嘻哈品牌啊 潮牌啊 潮牌啊 全部結合在一起 我即將也是 我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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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驚喜 還算開喔 你看也是一樣 這跟哪一個超人的結合 是跟嘻哈品牌 結合 對 穿上去又就會Rap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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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 You're shorty It's your birthday We're gonna party like it's your birthday You're gonna party like your birthday And we don't give a damn It's not your birthday Yeah Yeah 欸 鞋子脫下來給納豆一下 來 那個裝上去 你會不會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你會我愛台妹啊 來 預備 預備 來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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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他沒有穿那個鞋 所以不會不會 不一樣不一樣 對對對 像是說就是 就是那個 阿里山特麥坤 就是 賣 阿里山特麥坤 跟Puma的年齡鞋款 對啊 所以算是蠻新潮前衛的 可是對於就是說 喜歡他的一些 消費者來說 就是一個很好的收藏 對 我們還問女生 大元你有沒有喜歡 如果你不喜歡 你也會不會